今天我想跟大家講的話題是 誰會參加全民共振,有哪些人最希望全民共振發聲 自從我們這個全民共振平台運作以來 有很多朋友就很關心,他們就想知道 說現在中國人反抗精神這麼弱 中國專政的機器這麼強大 誰會去參加全民共振呢?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解答一下這個問題 實際上大家仔細地想一想 想參加全民共振,願意參加全民共振 希望全民共振發聲的人和群體相當相當的多 如果這些人裡面呢,其中只要有一小部分 把他投入了實際行動當中來 那麼中國的這個全民共振呢,就會發生 全民上街的就會有一個起點 第一個群體呢,就是利益受到這個體制損害的 這個群體,這個群體包括很多人 第一個,訪民 全國現在的訪民呢 有好幾百萬,有好幾百萬人現在正在 進行上訪的,他們理由有各種各樣的理由 但是有個共同特點 就是他們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他們很多人,絕大部分人 確實是利益受到了損害,而這個 這個體制按照正常的,按照正常的這個體制的 這個程序啊,他們這些利益是不能得到補償的 那麼其中有很多人是長期的上訪者 抗爭,抗議已經成為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那麼這些人如果是有機會的話,他們會參與的 還有呢,你比如說是退伍軍人群 他們也是一個,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訪民 只不過是呢,他們比較有組織 他們的上訪的衝擊力會更強 還有啊,自己的利益沒有得到保障的 教師的尊嚴沒有得到尊重的,這些民辦教師 還有呢,金融詐騙的這些受害者 比如說像這個,范雅呀,伊珠寶啊 他們這些群體啊,都是每一個都有幾十萬上百萬人的 這種受害者,這些受害者呢 已經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大大小小的 很多的群體抗爭事件 那還有一部分呢,是強爭強拆的這些受害者 這個在中國各個縣各個市 都有一大批人 這些過去的十幾二十年的 這種強爭啊,強拆 那積累了這麼一大批 這種受害者 這些人呢,他們心裡面的憤怒啊 是非常強烈的 他們行動的願望也是非常強烈的 現在呢,我們就是要告訴他們 有一個時間,有一個地點 你們到那裡去,會有很多人 跟你們一起抗議,會支持你們,會呼應你們 這是一部分人 這是一個種類的人 利益受害群體 第二個部分呢,是 表面上利益沒有受到損害 但是他們在這個體制下 絕對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沒有發展前途的 這麼一批人,是一批絕望者 那是什麼人呢 第一個大的群體就是各種各樣的惡性疾病的患者 和他們的家屬 你比如說,兒童患了這個嚴重的疾病 比如說白血病 這些病呢,是能夠治得好的 但是呢,按照現在的這個醫療體系啊 需要他們的家庭呢,付出非常大的金錢 持續的付出,對普通的家庭都是不可承受的一個重擔 而對疾病兒童的照顧,這本身就應當是一個國家的責任 應當是一個全社會的責任 怎麼可能讓這些不幸的家庭 讓他們承受精神上的痛苦 同時還要承受經濟上的痛苦 這批人呢,在這種體制下生活 他們是生活是沒有指望的 第二種呢,就是失業的大學畢業生 畢業以後就失業 過去由於教育產業化,這十幾年以來呀 在這個國家呀,大量的招收大學生 這些大學生呢,家庭呢 又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上的代價 但是呢,實際上這個社會呀 這個產業體系呀,並不需要 並不需要他們 而且呢,有些大學生非常有才幹 但是呢,現在的所有的這些好的職位 好的崗位呀,都是由群代關係 所控制的 有才能的人,並不見得一定進得去 所以大量的大學畢業生 有一些有才幹的大學畢業生 流落到,沉淪到社會的這個最底層 這批人,他們內心呢 是相當的灰暗,相當的絕望 告訴他們這樣一個道理 告訴他們呢,唯有抗爭 唯有反對這個體制 唯有推倒這個體制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大學生 那是一個社會寶貴的財富 而不是一個負擔 它是每一個家庭的驕傲 而不是一個家庭的累贅 那還有一批呀,對生活絕望的人 那就是下崗工人 那現在的經濟呀,正在走下坡路 那隨著對外貿易 進一步的惡化 出口產品生產企業 那就會解雇更多的工人 那這批工人被解雇之後 毫無例外的 毫無例外的 他們的利益呀,就會受到了損失 這個國家他們從來不會想著照顧 這批人的利益 他們所想做的就是維穩 就是不讓他們鬧事 就是讓他們在家裡面憋死 這批人也是對生活是絕望的 對這個體制是絕望的 絕望的人呢,他就容易參與反抗 那還有一些特定的團體 比如說,像這個傳銷者的團體 加入傳銷團體的其中有很多的人 就是來自於我們上面提到的 那幾個絕望的階層 而這些團體呢 只能給他們提供一個虛幻的前景 並不能夠給他們呢 真實的帶來利益和好處 那麼最後大批人呢 他們還是會走向一個幻滅 第四個特殊的群體 就是民營企業家這個群體 每當到了這個中共 要開始進行政治運動的時候 那個社會上富裕的那一批人呢 他們就要遭殃了 在全國各地的那些 名不見經傳,但是呢 家境殷屎的那些企業家 他們就是各地官僚 眼中的肥羊 他們就是代宰的肥羊 現在隨著這個掃黑除惡運動的這個到來 當年重慶薄熙來在那個地方啊 打擊了幾十位這個民營企業家 收刮了上千億的財富 這種暴行將會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這些民營企業家 現在啊,你們要警醒了 不警醒,將來啊 就會人為刀主啊,我為魚肉 淪落到這樣的一個境地 那個時候啊,就毀之玩意 那麼這批人,我相信呢 將會是全民共振的這個支持者 民營企業家 他們不僅僅是在經濟上面呢 會有一些才幹 而且呢,一般來說 在中國要從事經濟活動 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當習近平急劇的向左轉 要建立他的極權政治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 這個末日的一個警告 當他激起了一個 這個國安委員會的這個大旗 當他宣布要進行 掃黑除惡鬥爭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時候 那麼民營企業家 明確地感覺到 這個最後的 對他們呢 這個進行載割的時間到了 那也就是反抗的時機啊 現在已經成熟了 大家不能夠再猶豫了 再猶豫,你們呢 就會屍骨無存 第五個群體啊 就是知識分子群體 知識分子群體呢 在過去啊 這幾十年的當中 遭受了不少這個 通臭的污染 其中大量的人呢 淪落成了 權辱 對社會的不公 對於民眾的苦難 不聞不問 但是呢 由於中國的 這個知識分子啊 這個群體 極其龐大 其中多少 還是有一些人 保持了一些瘋骨 殘存了一些良知 而這些良知呢 在習近平呢 準備稱帝 進行終身制 要把中國拿回文革集權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氛圍之下 在全國各個階層呢 都在群其反抗的這種氛圍之下 那麼這些良知呢 又被激發出來了 他們也認識到 中國這種社會啊 是這種畸形的社會型態啊 是絕對不可能持久的 是一定會發生改變的 那麼現在這個改變的時機啊 就快到來了 知識分子很快就會選邊站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站在人民的一邊 一定會站在抗爭者的一邊 第六個群體呢 就是宗教信仰者群體 比如說法輪功群體 法輪功群體啊 過去對這個體制抱有很大的幻想 胡錦濤上台以後 他們對胡錦濤抱有幻想 習近平上台以後 他們對習近平抱有幻想 但是毫無例外 他們所有的幻想 現在都破滅了 大量的法輪功學員 遭受了極其殘酷的破壞 遭到了活摘 這樣的慘絕人寰的暴行 絕大部分普通的法輪功學員 他們對這個體制的怨恨 憤怒是非常強烈的 那麼當全民反抗的時機到來的時候 他們就一定會參與 全民共振 只要他們接到了這個信息 他們就一定會參與 我接觸過幾位法輪功的學員 他們對這個事情呢 表示高度的高度的認同和支持 還有一個在中國遭受到 中共的極端污名化的一個宗教團體 叫做全能神信仰團體 他們是基督教的一個教派 那這個教派呢 在中國大概有幾百萬人 也曾經組織過一些抗爭的活動 這個教派對聖經的理解 中共就是聖經啟示錄裡面的那個大紅龍 就是敵基督 所以說他們跟中共啊 就是天然的敵人 跟這個政權就是天然的敵人 當反抗的機會來的時候 他們也會去 那我們剛才講的呢 都是在體制外的 在民間的這樣的一些力量 不僅僅是民間有支持全民共振的 會參與全民共振的力量 體制內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會參與 由於習近平呢 改變了這個中共啊 過去的這個寡頭共治的體制 又搞所謂的選擇性的反腐 又搞所謂的掃黑除惡 把體制內的一大批人 現在已經逼得走投無路了 讓體制內所有的人都沒有安全感 同時呢 他又並沒有讓這個體制變得公平公正 所以很多的有志之士 有實之士 他們並沒有得到了重用 沒有得到提拔 沒有辦法發揮他們的才能 所以這個體制內有兩部分人 對這個體制是非常不滿的 第一部分呢 是被壓制的有實之士 他們隨時都會站出來反對這個體制 他們認為這個體制本身就是沒有前途的 但是只不過是因為沒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讓他們發力 他們在體制之內 他們認為佔著一個 這個哪怕是僅僅僅有的一點點權力 一點點資源 將來呀 就會運用這些權力和資源呢 為推動這個社會的變革 來做出他們的努力 這是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那些感覺到將來要被清洗 將要被肅反 這樣的一批人 也就是體制內內部鬥爭的 這個中共這個絞肉機的這個受害者 或者是感覺到自己將要成為受害者的 那樣一批人 這批人的數目也是非常非常龐大的 從各個級別的都有 從村官啊 村長一直到 紅色權貴家族 這些人都有 沒有一個人感覺到有安全感 那現在的這個掃黑除惡運動一展開 所有的村鄉的這些幹部 他們每個人隨時都有可能 成為被清洗的對象 那一旦習近平把基層的幹部隊伍啊 進行清洗 重新安排了以後 把他們變成習家軍之後 那麼他斜著這樣的一股淫威 再來對啊 紅色權貴家族的這些大佬來動手 那他不就輕而易舉了嗎 大家不要以為太子黨啊 就是一個鐵板一塊的這樣的一個階層 不是的 他們裡面呢 每個人現在都醉醉不安 大家想一想 毛澤東當年 實行極權的時候 中共黨內啊 無論是這個官職高到多少 有一個人是安全的嗎 所以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那這個道理啊 大家放心 這些紅二代的權貴家族的人 他們全都明白 當習近平一個人成為獨裁者 大權獨攬的時候 所有的人 在他眼裡面都是敵人 都是被消滅的對象 這些人將來被清洗 被鎮壓 還有雙重的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政治原因 他們對習近平的獨裁地位 形成了威脅 第二個呢 是經濟原因 習近平需要他們的錢 來填充他這個體制 來維持他這個體制的運作 所以在體制內 這一批人 現在啊 實際上那比我們更著急 他們最希望的 最希望的 就是這個政權倒台 只有這個政權倒台了 他們才有機會 只有這個政權倒台了 他們才會感覺到安全 上層的人已經在海外 找好了退路 政權倒台了 他們就到海外 享受他們的榮華富貴 而這個官僚體制啊 內部的其他的這些有識之士 他們知道一旦這個社會大變革 那麼他們就有機會 運用他們的影響力 運用他們的權力 運用他們手中的資源 迅速地站到人民的一邊 洗白他們過去啊 在體制內的污點 重新為這個國家來服務 人民到時候也會接納他們 只有這個社會變革 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最後一批呢 就是軍隊和武警 大家不要以為呀 這個軍隊啊 他就一定是會這個 心甘情願地充當黨衛軍 中國現在的軍隊內部的腐敗 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城 從普通的士兵 一直到高級軍官 對現狀都是非常的不滿 現在任何一個軍官啊 他們要想提拔 要想得到提拔 就一定要行賄 所以說在這個軍隊之間呢 他們對上級 對同道 對同事啊 都是沒有尊重的 大家都是相互之間呢 都沒有信任的 在這種情況下啊 他們是不可能 不可能呢 這個有戰鬥力的 不可能呢 會心甘情願地去維護這個體制 而這個體制呢 對這些軍隊啊 也照樣是不放心 軍隊平時啊 他們是沒有子彈的 他們是槍彈分離的 他們就像囚犯一樣 被禁錮在軍營裡面 他們希望當民眾抗爭 風烟士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啊 如果是習近平政權 他們敢於做出這樣的決定 命令軍隊去鎮壓 那麼他們就一定要給軍隊啊 發放武器彈藥 而一旦軍隊得到了武器彈藥 那麼他們就成為一支啊 真正的獨立的力量 那個時候啊 每一個人 每一個軍隊的成員 無論是一個普通的士兵 還是他們聯長 營長團長 師長 所有的人 他都有了發言權 所有的人 他們都會啊 參與到這個政治大變革當中來 而我相信呢 這些人 只要僅存著一點點良知 他們就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只要他們呢 僅存著一點點智慧 知道啊 這個歷史大事不可阻擋 知道啊 世界潮流不可阻擋 知道啊 民意不可為 這個時候啊 他們就會站到民意的一邊 當他們看見 全國各地 到處街上啊 都是抗爭這個政權的人群 他們就會知道 這個政權的末日已經到了 他們就不會站在幾百個紅色家族的一邊 而以14億人民為敵 當他們倒戈相向的時候 那也就是這個政權呢 末日到來的時候 我們剛才提到了 十個內型的十種群體的人 他們會參與抗爭 他們會期望這個抗爭的發生 那麼我們現在所需要做的 就是要向所有的這些人群呢 推廣全民共振的這個理念 讓他們知道 分散的抗爭是不能夠成功的 是容易被鎮壓的 而只要我們呢 所有的人 把我們抗爭的行動的頻率 調到一起 在同樣的時間 在少數的地點 讓我們的所有的人 都一起來抗爭 讓我們的所有的這些行動啊 能夠互相的呼應 形成一個共振效應 最後發出強大的衝擊力 這個時候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制度吹垮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體制吹垮 我們就能夠一起改變我們的命運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體制途可 會不會再次成功 我們就能夠做出的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體制 取得更多的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體制 有很多東西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體制 做出的 課程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體制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體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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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